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间众多热搜纷纷云集 当然这么重要的场合怎么会少了合影呢 然而今夜的巴沙慈善业态合照 宇宙明星似乎对CV不是那么执着 不仅不执着甚至刻意回避 在大家纷纷走来选位置站的时候 似乎都刻意往边上站 古丽娜 扎 杨子 赵丽颖都选择了最不起眼的位置 每当有明星走过来中主动让位默默的靠边站 还有贝贝今晚也是十分谦虚的 以他的咖位其实可以往中间站一点的 但这一次他刻意靠边动作举止都很中规中矩 似乎一点风头也不想要 当然了大合影站在中间一点位置的明星 最好是一些资深的演员 像张子怡 关之灵 摇成他们的位置都还是比较靠前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在最初选位置合影的时候 竟然没有人站在CV 也就是说大家一踏踏站好 但是中间的位置竟然一直是轰着的 主持人只好号召大家集中一点 尽量靠中间一点 但是以众明星似呼伪莫如深 谁也不愿意往中间走 可能是大家都还记得 那个因为站在CV而被骂惨的张少涵吧 去年张少涵来参加八杀慈善是站在CV的 赵明映出舆论可就炸了 他凭什么站CV 慈善之夜竟然过来抢风头 当然网友是看到张少涵一开始上台明明在边上 结果最后合影出来竟跑到CV去了 随随说她是一个新军女 然而事实上张少涵拍照的时候 并不知道自己不小心站的是CV 也不太懂是在大陆明星粉丝眼中 CV究竟有多被看中 莫名其妙的被卷进了一片骂声 即使最初不是出于心机 也够让人郁闷一震了 所以今天明星们为了避免和张少涵有同样的秘密 听了命往边上站不说 还可以空出CV 可以说是求生欲很强了 不过这合影妈中间不能碰着 最后大家还是纷纷往中间凑了凑 最后这一看刘涛倒成CV了 凭借刘涛的咖啡和演艺明星 这个算是还是撑得起的 起码不会被人喷 也不会掉进纷纷扬扬的舆论的漩涡 当初秉承着让时尚变成一种理念的苏莽导演 开创了巴沙明星慈善业 那些出场耀眼的明星 苏莽希望通过他们的力量带动慈善的运行 还有这大恨意中的CV之真 或多或少也出自苏莽之手 不得不说苏莽懂得时尚也懂得娱乐 巴沙慈善业因为他而名声大造 如今已经辞去时尚集团总裁持务 远离时尚和舆论江湖的他 又因为巴沙慈善业的星光布局而再度被人联系 很多人说自从苏莽离去巴沙慈善变的 人气有余地位不足 如今的巴沙慈善明星阵容布局当年强大 似乎再没有人能够运及当面那么大明星了 而自从他走后 就连CV也似乎不能撑起整场猛费的场面 再看今天CV战谁战 不敢说有了珍奇斗艳 如今何影都战争惊惊 怎能不让人叹息呢 每年的这个时候可以说是粉丝的一个福利了 因为出席这样的晚会 尤其是以慈善作为主题的 看到明星艺人都会精心打扮 盛装出席 无论男女艺人都会非常的养颜 每年又会诞生许多明星生徒 供大家对比 因此这个晚会一直以来都会收到广大观众的关注 而今年一些男明星的穿着打扮 包括一些生徒海质的大家仔细研究 那么CV战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不分男明星在红毯上的表现以及风采 1.肖战 在今年凭借着古装网络剧陈情令迅速走红的肖战 可以说迎娶了广大女观众的放心乐 不仅长相帅气能歌善舞 他那本人的生徒还能如此吗 我们可以看到肖战身穿一身 西装 休闲又不是稳重 高调的身材 典型的衣服架子 立体的五官 真知的眼神还略血 犹豫露出灿烂的笑容 真的是超级治愈 和各位女神同框也完全不输气场 白皙的皮肤配上一双大长腿 真的让人献平了 而肖战还在台上献唱满足 更让大家大饱眼福 帅气的他站在台上唱歌 台风气场都瞬间足了起来 声音让观众欲罢不能 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那么迷人吧 二 一阳千玺 我们都知道前不久刚刚上映的电影 《少年的你》大胜好评 其中一阳千玺的演技也被大家所认可 成为让粉丝更加骄傲的少年 一阳千玺通过自身的努力被大家所喜爱 然而她今天的表现更是让人可圈可点 行实说她的打扮 在慈善晚会上 一阳千玺身穿白刺衫 搭上了一个牛仔的外套 外面穿着条纹的西服 下面穿了一条深灰的牛仔裤 成熟中又曝失少年感 显得特别青春活力 而且一阳千玺本来脸型就超级好看 深邃的小眼神加上立体的五官 真的是帅诈了 一阳千玺不单单长得帅 人也超级有礼貌 在慈善宴全体明星合影的时候 千玺一个人默默的站在边上 不会主动去站在靠中间的位置 真的是很有教养 她的粉丝真的没有爱错人 尽管在影视剧中 女性们大都肤色貌美 人人都是心里下凡 但在这一次巴沙慈善业的红台上 还是有不少女性的颜值和状态 于影视剧中有些出入的 首当其冲的就是生了孩子的赵丽颖 从媒体曝光的截图中可以看出 赵丽颖身穿金色薄纱衣服 看起来也是优雅大方 只不过整张脸却难掩疲惫 老太生孩子对于女人来说 无疑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而对女明星来说 甚至都可以上升到影响事业 发展的程度上 除了粉丝情绪会发生改变之外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生完孩子之后 女明星身材 以及整个的状态都会发生改变 想要回到以往少女的状态 几乎成了奢望 此次红弹仪式上赵丽颖的状态 就是很好的例子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同样是产后付出的刘诗诗 在今晚的红弹上 一席百杀杀曲 整个人看起来端庄典雅 大气成熟 状态要比赵丽颖好上太多了 不过想想最近赵丽颖参与的新剧 《游匪》 爆魔改 演员加戏等繁星室 也能理解她的憔悴原因了 相信等游匪一顿事过去之后 温柔美丽的引爆也会回归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自已大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这一台每天都会更新 精彩娱乐资讯哦